佑花这项路跑赛在每一个赛道都充满了满满的佑花香气 沿途有八个补给站提供在地蜜香红茶、凤梨、香蕉及文旦又酿制的文旦啤酒等农产 还有准备了烤香肠、烤鸡翅、马卡龙及豆花 让参赛的路跑好手大赛一路吃到饱 敏枪开跑各路好手用自己的路跑节奏向前冲 主办单位十分贴心在三公里处就让跑者补充能量 基本的运动饮料及香蕉还有马卡龙甜点跑者直说好吃 全台佑花追香路跑赛瑞穗场 以赫钢文旦又专区的路跑洞线 弥漫着淡雅清香的佑花香气 而沿路总共八个补给站 提供了在地香甜、纯韵蜜香红茶 还有复兴村当地出产的凤梨 酸酸甜甜的滋味也十分受到跑者的欢迎 那我们这次的路跑的补给站 内容非常的丰富 都是由我们在地的家政班来处理 包含我们有茶叶的香种 然后有我们柚花茶 有我们柚子啤酒等等 不论是6公里的迷你马 参赛人数最多的12公里组 还是挑战自我的21公里半马 沿途补给站内提供各式各样 道地浓特产品 烤香肠、鸡翅、豆花等等的小吃甜点 让参赛的路跑好手大战一路吃到饱 尤其补给站的文旦又酿造啤酒 更让选手们无法招架 纷纷停住一杯又一杯 只说相当优质 哇塞 这是外带有概念吗 可以吗可以吗 太贴心了 什么这么贴心 优质赛事 明年还要再来 绝对来 明年绝对来 紧支持下礼拜东南宜兰场 本来两个小时就可以进终点 结果我两个半小时还在这里 鹿鹿香农会第三届路跑赛 也首度和台湾各文旦又产区农会 及台湾文旦策略联盟 共同办理全国性诱花追香路跑赛 选手们在体力及耐力的挑战之外 沿途色香味俱全又充满在地农产特色风味的补给品 让每位跑者能量满满 趁着满身诱花香气一路跑向终点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